一说起国民党的五大王牌,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张宁甫的正缘七十四世,以及邱清泉的第五军和第十一师。 这些部队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党王牌,战斗力惊人,战功紧赫。 但是在国民党的历史上,曾经有这样的一支部队,它的实力甚至要强过五大王牌部队,它是绝对的王牌中的王牌。 这支部队的名字,叫做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,这支部队统一装备的清一色的德国最先进武器,而且部队中的成员都是国民党中的优秀青年将官。 这是国民党中最富有激情,战斗力最为强大的一支部队,那么它的人数有多少呢?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,下设二十多个团,它的官兵总数超过了一个正规军的编制。 在这里可能有些读者会有所疑问,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,是训练国民党将领的一支部队, 它的人数怎么可能会超过一个军,达到了二十多个团呢? 大家可以想一下,在抗日战争时期,国民党有八百万部队,人数是非常众多的, 所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,它的人数,达到如此的规模也是情理之中。 毕竟还有一些预备军官,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,综户抗战打响, 贵永青率领着王牌中的王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奔赴前线, 中央军校总队所负责的战线是南京紫金山,以及光华门的最为重要的一些阵地。 这些阵地都是日本侵略者主要进攻的目标。 作为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第一站,年轻的将士们充满着信心, 更充满着激情,但是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,很快就让他们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。 作为教导总队总队长的贵永青,一直坚持在前线指挥战斗, 年轻的战士们也坚决地奉行着寸土不让的信念。 松户保卫战结束之后,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,几乎全军覆灭, 侥幸活下来的战士们也都被划归到别的战区。 国民党军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就此消失在历史的昌和之中, 作为国民党的王牌部队,在他们的第一站便被全军覆灭,真是非常的悲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